最后在权限这一块来看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注意事项是一个操作性的注意事项 先看第一个 这里面有两个步骤需要做 第一个使用Zoot用户创建一个文件夹 没错创建在哪 注意括号里面有个斜杠 所以创建在根目录下 根目录下有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名字叫圈圈 然后权限默认 就是不用动 默认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好 那么先把这个圈圈的给它创建出来 麦个DIR 根下的圈圈 你就哦也行吧 你还别说 之前还真是后面那个名字 后来改过来了 对不呀 创建好了之后 那么看一下默认的权限是什么样的 圈圈 在这 文件夹 2wx2x2x2x 所有 读 执行 读 执行 好 那这块这个和我们这个系统应该是一样的 好 然后再看第二个 需要在这个圈圈目录下创建文件qq.txt 这个权限我们给它777 好 创建文件 qch圈圈下的qq.txt 然后要给全线777 然后要给全线777 哎 圈圈 QQ 好 整好了啊 整好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啊 是不是 777 是吧 行 那现在我们在这地方要看几个主意事项啊 第一个 框框里面的那段话 在拼这个字系统里面 我们创建文档 它的权限一般是默认有一个值的 例如 当你创建文件夹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创建的文件夹的权限都是rwxr-xr-x 那我们用数字来表示就是啊 755 啊 这个是默认的权限 不幸的话 你去其他地方创建文件试试啊 都是这个值啊 都是这个值 而创建文件的时候 默认的不是755 创建好文件之后 文件默认的权限是644 在这 啊 644 644是咋呀 读写 读读 读写 读读 好 那这个是一个结论 那现在我们反对啊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文件夹是75 而文件是64呢 啊 有同学说的好 规定 的确就是规定 啊 之所以会这样 主要是受到这个 Linux系统里面的一个叫 研码的这么一个值的影响 研码呢叫 Umask 啊 受他的影响 那么他的作用呢 就是用来定义文档 创建好之后 所获得的默认权限 那么在系统里面呢 Umask的值默认是022 默认是022 具体的计算方式 这么计算 对于文件来计算的方式的话 那是文件的最终权限 等于666 等于666-Umask 666-022 等于多少 64嘛 对于文件夹来说 文件夹的权限 等于777-Umask 75 所以决定了 所以决定了 一个是75 一个是644 那么现在可能同学好奇了 为什么文件是666 文件夹是77 为什么呢 不是好记 那好记 为什么不是都是777啊 或为什么都是666呢 是这样的 这个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还有个结合时机的情况来 有这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们今天上午试了一下 说一个文件夹 要想在文件夹里面创建 创建东西 必须要求这个文件夹具备什么权限 写和执行 写和执行 所以文件夹对于执行权限来说 是刚需 必须要有 这点承认吗 那如果没有执行权限 他就没有办法在里面执行指令了 所以这个肯定不行 但是文件 我们从第一天到第二天到第三天 学习的指令 有没有哪一个指令 是在文件里面执行的 没有吧 LS能在文件里面执行吗 PWD能在文件里面执行吗 不能吧 所以文件 没有像文件夹子讲说 执行指令 是这样的一个纲要需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文件呢 的确 有的时候像一些脚本 一些程序 它需要执行权限 但是对于我们创建的文件 大部分文件来说 其实默认是不需要执行权限的 比方说我创建一个记事本 你一个记事本 你执行啥呀 是吧 记事本它就是个普通文本嘛 你说执行什么东西 它又不是脚本 所以说啊 文件呢 很多时候没有执行的这个需求 因此呢 他就默认把这个文件当作 不给指定权限 那既然不给 那就没有那个1了 没有那个1 之前最大是7 没有1 那最大不就是6了吗 所以文件呢 默认是用666去减 而文件夹呢 是用777去减 有这么两个 好 这个作为一个了解 那么系统提供的这个Umask值呢 是可以改 但是没有必要 他默认的这个就挺好的 这个机制 所以呢 这个值默认就是02 这个咱不用动 好 这是第一个 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为什么是75 为什么是64 第二个 接下来又是案例 要求切换到Ninux123用户 这个Ninux123用户呢 它既不是文档的所有者 也不是我入宿的同组用户 这一点承认吧 好 出去 现在呢 做什么事呢 来看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Ninux123用户 能不能打开 QQ.txt 我们刚才给它777了 能不能打开 能是吧 好 确定吗 确定 没问题吧 能打开 好 第二个问题 Ninux123用户 能不能编辑这个文件 可不可以 保存一下吗 可以吧 好 最后一个问题 能不能删除它 能还是不能 他没有直线权 我不是给它77了吗 不是给它77了吗 为什么你的答案告诉我说不能吗 不是你你这个就不对了啊 你这个回答就不对了 77里面没有删除 删除 注意 删除 其实就是属于写权限 咱们前面RWX也没讲到有什么删除权限的 也没提到呀 所以跟有没有删除权限没有关系啊 那咱们先来试一下看能不能删除 RF 然后QQ是吧 对 但权限不够不是因为没有删除权限 不是这个意思啊 而且呢 根据今天上午跳的坑 你一看第三个圈出来颜色了 那肯定答案和之前不一样 这个不能删 你得找个原因解释一下 为什么不能删 我把这颜色去掉 我要看下一期啊 为什么不能删 所以啊 咱们看一下文件夹什么权限 RWX R-X R-X 我们现在Linux123对于这个文件夹来说 应该属于哪部分权限 第三部分吧 R-X是不是 R-X可读可执行 没有写权限 那么写权限对于文件夹有什么影响 对了就那个 那其实这个坑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上午所说的权限这一块的这句话 如果一个用户对于一个文件夹没有写权限 那么他将无法在这个文件夹下执行 创建删除复制道移动道和移动操作 那我们现在属于哪个操作 删除 所以不是因为没有删除权限 而是因为没有什么权限 写权限 虽然你给了这个文件 但是删除这个文件要看的不是这个文件的权限 而是要看这个文件所在的文件夹的权限 因此他删除不了 好 那么现在这两句话之前我们没有验证的 现在都验证了 能理解了吧 是有原因的 好 那么回到后面来 再强调一次 在Ninux里面要删除一个文件 不是看文件有没有权限 即使这个文件他没有写权限 我们给他即使不是777 而是阿简简 或者就三个杠 他也只要对文件夹有写权限 他也能删 不是看这个文件本身的权限 而是看文件夹所在的什么 目录是否有写权限 当然关我写权限还不行 他干嘛 执行 因为你这个RM删除 他是执行的一个指令 他要执行指令的 如果说一个文件夹没有执行权限 你这个指令你是执行不了的 所以这两个权限都得有 而我们文件夹现在自身 是不是就已经有执行权限了 所以缺个什么 缺个写 如果有才能删除 如果没有 那当然不能删除了 两者缺一不可 这个注意事项里面 我们说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呢 用Mask 默认权限的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验证了我们前面 反复强调的那句话 文件夹的写和执行权限 是多么的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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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